大家好我是J 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个美股的复盘视频 今天大盘尾盘这一边呢是跳水的 所以不是这么的好 可以看到基本上说在接近这一个全天的这个低点 但是有最后几分钟这里做一个反弹的 那大盘是不是进一步破位呢 这一期视频我们去讨论你一下 但是今天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分歧的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标普白指数的走势来说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跌的股票呢 是密集在这个个别的板块的 我们可以看到软件板块的走的非常的弱 微软 Adobe Oracle 加股文 这一些呢都走的是比较的弱 英伟达呢是尾盘这一边呢也是有进一步下去的 因为这一个美国对中东这一方面 特别是 AMD 还有英伟达的这一个这个出口的这个制裁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尾盘啊英伟达和 AMD 备受压力 一会儿我会讨论一下这一个点位的 但是其余的个股来说的话 包括特斯拉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啊非常多的这个绿油油的一片呢 整体来说的话如果看微牛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在涨的股票三千六 再跌的话两千 所以大盘整体来说的话呢 啊权重股呢是拖累这一个指数往下去走的 但如果我们去看罗素两千还有小盘股的话呢 在涨的股票还是还是不是在这一个少数的盘后 掉的这一个财报呢也是有爆雷的 一会儿我们去讨论一下点位 那么明天呢数据这一边呢 就去看核心TC数据啊 美联储最喜欢的这个通胀指标呢 能不能这个拯救大盘呢啊 因为今天我们去看的话呢 主要还是个别的这个板块去跌 就是要看这一个利空是不是有这个持续性 明天有可能迎来一波反弹波 因为对于做事商来说的话呢 其实这两天的这个抛售压力还是不小的 啊这一个指数呢也是下行了下行了比较多 所以到时候做事商明天齐全到齐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有做一波这个反弹波 然后后续再看有没有这一个市场的风险 啊今天来说的话呢 主要的啊市场观看的一个热点呢 啊也是在这一个川总的这一个啊案子上面啊 所以一会儿我也会讨论这一个DJT的这一个走势的 好我们先去切入啊讨论一下这一个掉的盘后的这一份财报吧 啊不是这么的好啊 掉主要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啊 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被英伟达网络服务的这方面的这个概念 Networking and Service 我们可以看到跟着服务器这一边去走的话呢 这个概念是吵上去了但是实际的财报出来呢 他的revenue对吧增长来说的话呢就是6% 因为他的这一个网络服务这一方面不是他主要的主要的这一个业务 虽然增长很快但是主要的业务呢大约一半的这个营收呢超过一半 全部都是来自于他的这一个私人电脑 还有这一个笔记本啊 laptop笔记本的电脑 那这一些呢也会有AI概念的 但是之后这些市场大的订单 如果我们看到有这个私人电脑的refresh cycle 也是代表大型企业呢再次的去购买这一些新的这个电脑产品来说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掉的这个股价再次的被带动 但技术面这一标再次的掉下来的话呢 应该是看这一个上行隧道的这个下方这一边啊 所以明天我们看一下在130 135这一边附近的反应 因为这里对应的是缺口下方 看一下在这个日线级别的支撑呢 有没有这一个进一步的反弹 主要还是因为网啊这一个AI 特别是对于网络服务这一方面 还没有得到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进展 因为占有这一个整个企业的营收的成分来说的话 还不够大 这个也是AMD的一个问题 因为相对概念来说的话 我们去看英伟达的财报 基本上七八成的这一个占有成分来说的话呢 都是来自于数据中心Data Center的这一个revenue 所以我们要看一个企业 它的这个AI的部分占有它总的营收比是多少 这是一个主要的考量 好 收换掉这一边来说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明天PCE通胀数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啊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华尔街日记的这一个记者 NICT这一边呢是有分享了各个投行给出的这个预期 包括美联储啊 美联储staff这一边的这个预期 那他们给的呢是0.26左右 所以我们如果去看年对比的话呢是2.75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PCE核心数据这一边呢 大多数的预期都是2.7到2.8左右 所以基本上分歧来说的话呢 啊没有这么的大啊 就是看有没有就是可能性的能进一步的往下去走 因为最近市场的主题来说的话呢 就是美债利率太高了 所以给了这一个压力 但是我们看到盘前的GDP数据GDP数据来说的话呢 啊只有1.3%的这个增长开始放缓下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纽约联储的这个主席Williams呢 啊就开始啊去再次的重申呢 现在的利率维持在啊有压制性的这一个水准 然后这个通胀还有失业率来说的话呢 应该是有进一步进展的 啊Expecting inflation at 2.5% this year closer to 2% next year 也就是Williams的这个预期呢 啊这个通胀呢会去2.5% 今年明年呢更加接近2% 失业率呢也不会爆雷 在这里它的预期呢是接近4% 纽约联储在整个美联储的这一个啊地区的这个啊 这个代表性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啊 所以这里的这个发言呢是会影响市场的 我们看到市场一度呢是有冲高的 尾盘的时候跟着英伟达呢 因为现在英伟达的市值呢 基本上跑到了微软和苹果的这一个 这一个水准在2万亿之上的 对吧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这个对于市场突然往下滑的时候呢 就把大盘给啊这一个拖下去了 所以明天我们看一下会不会有一波不错的这个反弹 因为毕竟大多数的这一个幅度呢 都是来自于啊收盘这里附近的啊 整天来说的话呢 还是震荡的这种走势啊 一会儿会更新一下这一个标普白指数 最新的最新的这一个点位 所以PCE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是盘前一个小时啊 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通胀数据 但是GDP的反应其实也没有这么的大 我们看一下市场对PCE反应会怎么样 最近呢恐慌指数是有不断的去持高的 所以明天如果能下来一点的话 确实能提提供不错的这一个空间呢 让大盘去有进一步的这个反弹 如果我们看标普白指数 近期的这一个走势的话呢 今天是连续又走出了一个lower low 在这里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 非常典型的下行趋势形成了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每天的高位呢 就都是基本上啊继续的往下在走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底部来说的话呢 也是越来越低 所以没有转弯之前呢 如果我们进去的话 这个下行趋势呢是会进一步成立的 所以要比较小心一点 那么昨天我们讨论的5240 附近的这一个支撑点位 早盘确实是有接住的 基本上做了一个反弹去了5260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是缺口的下沿 所以这里形成了一个压力 确认之后呢 尾盘继续的破位往下去到了5225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 也是有一个点位的 所以这一边呢 我们是得到了一个支撑反弹 明天就是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去走了 拿下5250和5260的这两个重要的这个点位 因为如果他开始去回补这些上方缺口呢 那就代表反转的行情呢 进一步的进行之中了 但是如果是继续走出 每天这一个有新低的话呢 那就代表这个大盘呢 还是没有有进一步的这个反转 主要是需要这个权重股啊 继续的去持强 因为像微软和英伟达 一天的幅度是超过3%的话 那大盘呢 是因为前两天 其实大盘也有下降 但是英伟达有护盘 因为拆股的利好 但是今天呢 是被这些利空呢 是连带的往下走 微软还有软件这一边呢 主要是被CRM Salesforce呢 是这一个连带的 这一个看跌的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软件板块呢 走的不是非常的好 Adobe今天跌的非常的多啊 6.64 因为在这里 AI的竞争力呢 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这一个软件公司 有没有这个瓶颈存在呢 就是变成的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号了 当然后续来说的话 微软特别是有 这一个OpenAI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些发展的空间 和这个潜力 还是在那里的 但加股 Adobe 其余的这些软件公司 来说的话呢 就是要去看 Salesforce那边 业绩慢下来了 如果开始有些 别的公司业绩呢 也是慢下来的话 那他们能 在这一个AI 发展的这一方面 投入的资金 就会少一点 那会不会就是影响到英伟达 还有别的公司的 AI营收这方面的 这个发展 就变成是一个 一个问号 但是其实看技术面的话呢 也是最近 大家也知道的 个股城市不少的指数呢 不断的创新高 所以回调一下呢 也是有一个 比较好的回彩的机会啊 到时候我们可以去 详细的去看一下 那来到这里呢 5月呢 是接近尾声了 6月呢 有非常多的这一个大的 这个风险事件啊 所以到时候 大家记得锁定我的频道 会进一步的去做这个更新 当然老报上去发言的时候呢 也是不会 miss掉这一个直播的哈 所以大家记得到时候啊 订阅点赞 不要错过我的更新 好 现在我们去说一下 这一个英伟达的走势 英伟达来说的话呢 今天基本上是补齐到 缺口的上沿这一边 尾盘是撑住了 夜盘有点下滑 就是看明天开盘的时候 在PC数据出来了之后呢 股市有没有反弹 有的话呢 那么这里缺口的上方 还是支撑的话呢 对于大盘还有英伟达这个 因为主要英伟达能撑住的话 大盘应该是有反弹这个动力的 因为今天微软和英伟达都跌了不少 那在这里买回踩的这个投资者呢 应该还是会有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反弹 在这里每一次反弹呢 要比较小心的就是因为大盘已经破位往下 所以要小心碰到均线压力的时候 确认是不是压力 如果是压力的话 那还有可能继续走low or low 所以这个是去接盘的时候 一个主要的考量点 因为你不知道它有没有真正的 往上反转 开始给你就是持续去做多的机会 所以日内如果不想 譬如因为明天是周五嘛 不想就是拿着过周末的话 这个仓位呢就要比较小心一点啊 因为在反转之前呢就是比较难确定 是不是只是做反弹 然后有继续下行可能的这一种的这一个行情 好 英伟达说完之后呢 我们去讨论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的波动非常的大 有这一个FSD进一步的在国内这一方面的这个行情 那么如果是能达入这个国内的这个市场的话呢 当然是一个利好 但是国内FSD这方面的竞争呢 还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已经拥有level二FSD的这些竞争对手呢 也不在少数包括像小鹏 还有这一个小鹏这样子的这一个对手 所以来到这里呢 国内的这个竞争竞争市场呢 比较比较大 所以我们看到特斯拉今天还是有这一种利好出来之后 冲高回落的这一个现象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扩大到小时级别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其实横盘阶段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基本上就是做这一个震荡 暂时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再zoom out一点的话呢 倒过来的头肩顶还是有的啊 倒过来的这个头肩顶还是存在 就是看他什么时候能启动再次的去挑战上方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压力呢 195 200这一边呢 所以到时候可以去期待一下 看有没有进一步的推高的这个动力 但是这两天大盘在回调的话呢 那这里就要比较小心有冲高回落 毕竟真正启动发动的时候呢 啊 往往主力呢 都是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呢 就把它给拉高了 然后我们就是在高位的时候再要看有没有这个右侧交易切入的这一种可能性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讨论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DJT的这一个走势 那今天这一个啊 案子呢 这一个最后的verdict呢 是有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盘后DJT呢 是有这一个下下行的新天盘后 这一边是走了6%左右 到了48.7 如果我们去看图形形态的话 呃 基本上尾盘这一边呢 是有一个头肩顶存在的 所以这里下行的话呢 最好的一个支撑的位置 这边有放量的其实 所以这个点位应该是比较大的 这一边是在呃48附近啊 去看一下这里是48多少 48.4 48.3这一边 我们去看一下尾盘最后啊 这一个在哪里48.7 所以挺接近的 因为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这个交易量和买入盘是进去在这一边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支撑 如果明天DJT啊 进一步的走反弹行情的话呢 可能就是看这一边的 反弹的话 看一下这个50的压力 啊是是不是能被突破 如果是确认压力的话呢 那应该会再次的考验 48这一边的这一个支撑的 突破50压力的话呢 就有可能再次的回到这一个51 52压力这一边 看能不能进一步的收复均线 然后往上去冲的 啊但是啊 下一个重要的这一个点呢 应该是7月11号 因为那个时候呢 是这个宣判sentencing的时候 所以呢是下一个重要的这个事件啊 当然这件事件呢 是这个非常的轰动 啊所以啊 关注率呢也是非常的高 好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SMCI的这一个走势 今天主要是更新这一个点位 因为有很多个股呢 都是走了这一个回调波 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今天是讲多一些这一个点位哈 啊 SMCI来说的话呢 是开始接近这一个800的这一个下方的这一个整数的这个支撑啊 但是我觉得更加好的支撑可能还要再回调一点啊 往780这一边嘛 是最近的一个支撑 但是如果是进一步往下回调的话 像这个710这一边呢 都有可能性的更加接近这一个均线的支撑 主要就是看英伟达什么时候转弯 但是这几天的关联性 我们看到DAO和这一个英伟达 它的这一个关联性呢 是比SMCI还要好的 SMCI的整体的形态来说的话呢 不是这么的有利啊 所以我会比较谨慎一点 去看待这一个SMCI进一步的这一个走势 说到个股来说的话呢 今天其实AI呢 C3 AI财报之后呢 是走强的PLTR也有新的订单的这一个 新的合作订单的这一个利好的 所以这两支人工智能概念的股呢 走的还是挺强势的 如果我们去看C3 AI的话呢 日线级别之前大跌之后呢 这里这个走势跟特撒很像 因为也是冲上来均线这一边 然后被打压下去 起稳了之后呢 财报放量站上均线 所以有可能进一步啊 打开这一个上行的这一个推动力啊 嗯这里呢 我觉得大的点位来说的话呢 对于C3 AI我会 之前就把这些线留在那一边的 进一步的往32这边走 那财报大涨接近20%了吧 那么有可能先走一波这一个回调 在30这一边吧 走回调 然后等均线追上来 然后就会进一步的往32这一边去 呃去冲高了 但是这里财报走的还是呃挺不错的 呃PLTR来说的话呢 6月份标普500指数是有重新平衡的 所以呃我们去看一下 这一次这一份大的订单合约进来了之后呢 呃因为它会进一步带动 PLTR的这一个盈利化 所以我觉得来到这里呢 就是看这个标普500指数 是不是加入又有这个希望了 上次给SMCI给截胡了啊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一下PLTR呢 是不是能开始突破了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今天走到的这一个点呢 上次这里头肩顶往下 那这里回踩的时候呢 就基本上跟前面的左肩膀和右肩膀呢 是起脚了 所以正好到了压力位置 呃 然后呢又是跌下来了 所以今天来说的话呢 是从更加接近这一个均线的这一个反弹 还在比较下面的这一个位置啊 呃站上了这个均线 所以进一步走的话呢 跟C3AI一样 站上均线之后呢 打开一波新的这一个涨幅 继续往上 呃6月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到底是哪一天加入标普法指数 这个通常是出其不意的 有的时候呢 是在周五盘后的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 对应的这一个呃 加入指数的个股来说呢 通常是有一波不错的 这个涨幅 5%啊到10这一样子的 这一个幅度的 所以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 呃PLTR这里继续的往上去冲的话 这只股票的波动真的是比较慢 23吧 23这一边 然后缺口上方这一边的话 是24左右 所以先看这一方面 PLTR能不能记忆 运步的冲高 呃 今天如果我们看小盘股的话呢 确实呃 光伏特太阳能板块呢 走的还是比较的强的 像RUN EMPH呢 都有往上冲的 呃 但是我觉得未来 还有这一个RIVIAN这一边呢 涨幅也是非常的亮眼的 今天NIO呢 涨了9.53 RIVIAN呢 是涨了7.34 也有不少小伙伴呢 是在看这些个股的 这一个抄底的 呃 未来来说的话 如果进一步往上去冲的话呢 6块钱左右 这一边呢 是有不小的这个压力 我们打个标记啊 方便以后复盘再一次的看 呃 均线也会移在座里 所以这里继续冲高的话呢 应该是往6块这一边呢 去看有没有进一步的 这个压力了 RIVIAN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去看反弹的话 应该是11.47 这一个点位 如果这一个压力群 能被突破的话呢 那RIVIAN可以打 打开一波不错的涨幅 继续的往13这一边去走 呃 看起来只有两块钱 但是幅度确实不小的 因为RIVIAN 之前已经跌到了 个位数字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8块这个底部呢 确实出来了 涨到12这一边的话呢 其实这个幅度 已经不小了啊 所以这里呢 是进一步的 呃 在往上做着一个上攻形态 所以这些都是挺不错的 这一个触底反弹的 这个系列的这个个股 呃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 像Mphase EMPH 呃 光伏特太阳能的话呢 最近这一个能源板块走强呢 还是主要因为这一个AI能源 这一个基建这一方面的概念的股 所以我们看到Mphase来说的话呢 跟呃 RUN呢 还有FIRST SOLAR 第一太阳能的都是由往上去走的 但是在这里呢 基本上第一太阳能的主要是有这一种 呃 拿来去工业用途的这一个呃 太阳能的 因为EMPH 呃 这一些呢 主要是residential住宅的 所以其实概念来说的话呢 呃 是FIRST SOLAR 第一太阳能更加接近的 呃 但是这一些我们可以看到RUN SYMPATHY呢 是开始跟上来了 毕竟今天小盘股呢 罗素2000是比较强劲一点的 一直太阳能被主要啊 这个打压呢 是因为利率太高了 今天我们看到利率反而是下来了 因为这个GDP print啊 GDP的这个数据呢 是比较弱的 所以我们看到美债利率呢 总算跌下去了 那么对利率比较敏感的一些企业呢 像太阳能呢 是进一步的往上去冲高的 小盘股呢 走的也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利率下来的话 会减轻小盘股和这些小型中型企业资金上的一个压力 啊 利率更加低的话 对这些公司呢 是更加有利的 所以估值呢 我们看这儿啊 也就随着往上去走了 这两天其实啊 大盘来说的话呢 走的还是比较的分化 特别是被Salesforce财报影响 因为Salesforce在道指里面的成分呢 还是比较是高一点的 而标普白指数和纳指呢 就会跌幅 我们看到是比较少一点 因为科技股占有的这一个成分比较大 当然今天软件板块那一边呢 还是被拖下去了 所以最后这个标普和纳指呢 还是有受到影响的 但是真正的幅度 其实说是大跌的话呢 也不是太大的一个幅度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今天的这一个幅度来说的话呢 是5260左右到这一个 5223左右 所以幅度还好 就是那个三四十点幅度左右的这一个move 不是就是看到跌了七十点 八十点那种 单天大的这一个跌幅 当然明天有最 这一周最重要的这一个通胀指标 所以看那个为准 然后至于发言来说的话 当然联储去主席这一边的发言呢 对于当天的走势还是有影响的 但是主要呢 还是在6月12号 看见老包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 好 这一期的视频呢 今天复盘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其感兴趣的这一个个股呢 欢迎写在留言区 我会去评论一下最新的这个点位 还有这一个消息里面这一方面的更新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分享点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